我十八歲學泳春,1970年 因為我覺得泳春是一門很直接的功夫 還有很有用,當時的社會比較複雜些 要自衛,那時的年代很多人學功夫 能幫到我生活上,人反應快些 健康好些,都很多可以幫到,保護自己 學過泳春,性格會柔和,鎮定些 鎮定些,人沒那麼急躁 基本上現在很多外國人都玩得很好 我說很好都不是我們業餘 基本上現在很多外國的教練都玩得很好 有時哪些已經達到一定的水平 外國人比較勤力,香港人比較忙 現在很多外國人玩得比香港更好